月季长新鸭了,先别高兴的太早 剪掉剪掉,通通给它剪掉 把枯枝都剪掉 你以为剪掉就可以了吗? 因为这是由根部引起的 不提前预防 就算你给它剪光光也没有用 想要避免这些问题 你就用一勺它,不用兑水 均匀的撒在月季的花盆上 每两个月撒一次 接下来你的月季就不担心出现 烂根、枯枝、根柳病等问题 尤其是夏天容易烂根、浸腹的多肉 枯枝发霉的长寿花 烂根烂叶的蟹爪蓝 或者是兰花的根腑、圆腑 等所有花灰粒子都可以用它来预防 它就是千百计的小黑颗粒 点视频左下方商品就可以买到哦